近年内地房企虽一直受债务问题困扰 但龙光集团03380与合景泰富 01813对合作发展的鸭里州豪宅盘海月仍然避受 刚更新该盘销售18个单位的标售时间 由下周六起至八月底子 发展商今年初起一直以招标方式出售海月 至今只售出三个实用面积于3300至3600多方尺的大型单位 成交价于1.64亿至1.84亿元不等 同期标售的3至6座18个A及B室单位 实用面积1689至3627方尺不等 却未录成交 该批单位的截标期会在下周五结束 因此发展商昨日更新期销售安排 重新在下周六至8月31日招标 至于最新主力推销大部楼盘中小型单位 录得理想销售的新地 0016昨日公布天水为Wedland Seasons 被第二期的新销售安排 推出别墅RV2的1至2楼及市室和3楼 及B室共6个单位于下周二起以招标方式出售 该批3至4房单位的实用面积 由757至909方尺不等 此外中海外00688 昨日以2201.5万元售出 一启启特维港1号二座31楼B室3房单位 实用面积766方尺 尺价28740元 顶配售出场沙湾瑞峰东翼23楼市室2房单位 及西翼26楼B室1房单位 成交价各为1240.9万元 及864万元